大家好,我是立法會議員陳仲利 習主席在7月1日特區回歸早過25週年的慶典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而其中一點令我很興奮 就是習主席說一國兩制在實始25年來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 同時一國兩制也是符合國家、民族、香港和澳門的根本利益 這麼好的制度是沒有理由去改變的,必須要長期堅持 我覺得習主席這句話就給了我們廣大市民一個定心願 讓大家不需要再對一國兩制的前景有任何憂慮或者擔心 一國兩制是會長期實施下去的 所以這一個就指明了一國兩制未來的方向 最重要的我們就是要符合習主席所說的四個必須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制度 而第二點我也很開心的就是 習主席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是點明了方向 習主席說了,香港必須是要充分利用我們自身的優勢 一方面背靠祖國,另一方面也要連通世界 善用保障我們普通法的制度 鞏固我們各項中心,包括國際金融中心,航運和商貿中心等等 我們要用香港的優勢,一方面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與國際保持便捷暢通的各種聯繫 這樣香港就可以說了,是有兩方面最好的優勢 又可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但另一方面保持我們國際中心的各種功能和定位 所以我覺得我們香港市民大家要保持信心 團結一致,為未來的發展共同努力